啊 我跟你溝通錯了嗎 我每次想要解決問題 你就這樣子倒好打架 啊 醫生不是這樣有沒有好好溝通嗎 你這也不會寫我 你這也不會寫我 我覺得要不是我先打 他可能也沒辦法演出那個樣子 貼起來也 貼起來也 現在跟我們發講他太緊了 對 對 不想要找他拍誰 嗯 希望他少拍一點 像這樣偶爾出來 你們兩個都會釋放壓力喔 他哪來的壓力 只要跟他在一起久了 至少要不要緊張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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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吃藥 快 快又喝了 我為什麼要吃藥 你叫他吃吃看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為什麼全世界都要這樣陪你玩啊 在前面裡面打的東西都是打字 但你喜歡可以想說 你會怕我怕你 然後 你會寫我嗎 哈哈哈 你這也會寫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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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不是我先打 他可能也沒辦法演出那個 樣子 穿過去 他可能還沒有要睡覺 他可能抗議說 為什麼他女生沒有給一涵 哈哈哈哈 他那個討論了兩三 沒事我才11歲而已 我要練多一點 特業為主 對不起 而且 很容許很多網友在底下說 12歲就人生成就接收 接下來你要怎麼突破自己 我覺得就 特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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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來而已 他可能要多一點鬆 我以為會 Gaat 他可能是可以 哦 真的喔 現在都發展的太多了 對點透 貼起來也很大 我想要找他拍什麼 呃 我希望他少拍一點 都是有點巧的 一般的可以啊 同意 我們真的很怕他 愛才拉 天才 跟他們說 那個甘羅 十二歲百姓 不知道那個臉 甘羅十二歲百姓 他 他 講英文的 講英文的 十二歲他都沒有露餡 他的面相 如果他年紀那麼小 他很不錯 都沒有露餡 天才 他香港演員第一次到台灣來拍電影 然後就演了小小子 但因為他沒有附圍 當然也有一點小小事 慢慢來吧 我希望他也是慢慢來 今天他最大的焦點 大家的驚喜 對我們來講也是驚喜 希望這些東西沒有把它 遺活著 他是一個天賦的 演員 是演員 不能當小孩 他的天賦都很特別 希望他的教育 受得好 成長發展都很健全 絕對演技都不需要 太少演技 人生的經驗 成長成長 好專業 直接找到點了 哈哈哈哈 現在難得有機會啊 要不然明年你又不會回來 哇好專業 直接找到點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帶我去吃 一口水 好專業 我們可以選擇 做得好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來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好 要清碼頭對不對 所以平衡要把那個 呃 可以吼 好 攝影師們 攝影大哥們再指揮一下 好 好 用下這邊 還有沒有要補得沒有畫那個叔叔要來問問題了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交給品彤 幫品彤拿一下獎座 來 品彤分享一下現在得獎後的心情 剛才在台上很激動 現在呢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然後很榮幸 然後真的有說不完的謝謝 品彤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就是 當妳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直導演小小這個角色的時候 妳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我那時候看劇本的時候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然後我也就覺得 怎麼突然就接到這麼特別的角色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跟導演跟簡直去聊一聊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們好像對我都很有信心 所以我就決定可以嘗試一下 是 那導演有跟妳說過 她為什麼會對妳感到好奇 或想找妳來試試這個角色嗎 她是看到美國女孩才來抄襲 看美國女孩的電影的 嗯 OK 那我好奇想請問一下 因為小小這個角色是比較特殊的孩子 她有過動症 那妳是怎麼去揣摩這樣的角色 妳是去從外表上去觀察模仿 還是說妳從這個劇本裡面去感受這個角色的想法去貼近她呢 我有看一些關於關於購動兒的書還有電影 然後劇組有安排一次時間讓我去觀察一些過動症的小朋友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在做平常生活會做的事情 我就會想說如果是小小的話 她在這個時候會是怎麼表達自己 天啊 各位注意到了吧 雖然是11歲的時候演她做的功課 比一般的職業演員都沒有少任何一點 那我再問一個這個位置 得獎以後 我不是不用講得獎以後啦 就是小小獲得這個矚目以後 那妳自己對表演就是有什麼想法吧 就立志要做演員了嗎 還是說這只是課餘的一個興趣呢 妳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 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然後我還是想要繼續演下去 可是我覺得現在還是以課業為主 就好好念書 所以現在如果有片院來找妳 妳不會答應嗎 還是看情況 會 可是就還在想說 OK 就是 以後要做什麼事情 是 好 那我們謝謝 也恭喜林品彤 那獲得本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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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